第一次来长沙,三天两夜,怎么玩,这份逛吃旅行攻略送给你。 住宿选择五一广场附近,中心地带去哪里都方便。 第一天的早上先从一份地道的缩粉开始,然后再去楼下,来上一杯茶盐月色。 好喝又便宜,接着去S国金中心,上七楼和Cos和影。 极具地方特色的背景墙,可以来打卡一下,有些还会不定时更新主题,十分漂亮。 都说没有一个人能受着走出长沙。 晚上可以逛黄星路,步行街,吃喝玩乐,样样都有,经典的黑色,臭豆腐当然不能错过。 只涂,颜值,不涂,味道的小伙伴,也可以试试这个冒烟冰淇淋,在旁边就是解放西路,往前走就是太平,老街。 眼花缭乱的招牌,好有生活气息呀。 第二天上午先去,旅游景点打卡橘子周头。 晚上就在长沙,文和友度过吧。 复古的装修,让你一秒回到七十年代。 文和友的每只龙虾身上都自带纹身,十分有特色。 在这不经常遍美食,更是朋友圈出片的绝佳地方。 第三天,可以去谢子龙艺术馆。 这里有一个超级会拍照的保安,随便一拍就是大片。 但是很多小店家都会回家过年,想要过年来的朋友,不妨把时间定在初三之后,你最想和谁一起来呢? 赶快收藏这份攻略,去的时候用吧。